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我是吕鹏 1943年,一则关于大汉奸李世群死亡的消息忽然传了出来 人们都很惊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李世群是汉奸,他的死人们当然是愿意的 但是死的太突然了,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李世群当汉奸这么多年来,想让他死的人数不胜数 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甚至军统的头目戴笠出手杀他都没能成功 那这么一个人,到底是因何而死呢? 是意外,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李世群是一个极其爱惜性命的人,怕死 要说意外和自杀的可能性,除非是长江倒流 人们才愿意他会自杀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被他人谋杀 可到底是何方神圣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能比戴笠还神通广大 杀掉一个正直壮年狡猾无比的大汉奸? 李世群呢,自从叛变国家之后 为了荣华富贵,为了报复仇家 制造了太多太多的血案了 也牵连到了很多无辜的人们 所以李世群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到底有什么秘密被隐藏了?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李世群这个人 李世群,浙江岁常人 因为年幼的时候就显露出远超常人的读书天赋 所以父母呢,都对他寄予厚望 他也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 成功考入了上海大学 不仅如此,还在美术专科学校 读过一段时间的艺术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 正好那个时期,新思想运动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候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李世群很快就被这些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吸引了 并且加入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 李世群本身呢,有着不低的学问和不错的文学素养 加上本人呢,也聪明,很快就在这个团队之中有了一席之力 但可惜的是,这场运动因为太过于激进 受到了政府的镇压,而这场运动就宣告失败了 不过李世群也不是一无所获 在这场革命运动之中,他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叶吉青 一个容貌端庄,性格内敛的女学生 他就是李世群未来的妻子 尽管李世群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但不得不说,他是个运气极好的人 遇到叶吉青可是他这辈子的福气 俩人看对眼了,很快呢也就坠入爱河 谈上恋爱了 李世群的才华和外貌,让叶吉青很爱慕 而叶吉青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很沉静 内敛,这也让李世群心动 就这么着,俩人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令无数男男女女羡慕的婚礼 婚后俩人也是和和美美的,生活挺美满的 但李世群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 他就想着,作为一个文人 我不能眼瞅着中国人因为愚昧落后的思想做出错事 我得跟孙中山先生以及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 我得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后来李世群就接触到了共产党 经过大致的了解过后 他发现原来共产党就是他一直在找的组织 他毫不犹豫的宣誓加入 这时候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呼声不断的告诉他 一定要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人 叶吉青虽然没那么高远的理想 但在丈夫李世群的影响之下 他也对当时的党派有一些兴趣 一开始叶吉青也是中共党员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 叶吉青选择了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 并且加入了当时的中统机构 这一切看上去都挺美好 俩人前程似锦 夫妻两个人都为理想而奋斗 但这一切可就即将毁灭 当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失败之后 李世群选择了去苏联留学深造 而叶吉青呢就在国内等待丈夫回来 回国之后的李世群受到组织的重视 安排他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 但因为国民党在上海势力过大 李世群一不小心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入狱 后来被人保释出来 可没过多久再次被国民党中统逮捕 李世群原本怀着一颗誓死报国的心 但当他看到同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折磨的 看不出人样的同志以后 他这心里边可就动摇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讲话 这各式各样的刑罚可就用上了 老虎蹬 辣椒水 电击 嘿 这一系列的酷刑啊 让李世群感觉自己就到了人间地狱了 这时候的李世群已经放弃了从前的宏图伟制 也抛弃了对党的忠诚 在生不如死的酷刑和卖党求荣的活路面前 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卖党求荣 他也在信仰和生命之间摇摆不定过也纠结过 但最终李世群还是选择出卖党 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国民党的特务 但很可惜 即便李世群把一切秘密都说了出来 可国民党还是打算让他死 可怜李世群光有聪慧的名气 没有镇定自若的本事 当他说出一切的时候 你跟对方谈条件的筹码也就荡然无存了 当然 这位大汉奸不会止步于此 他的妻子叶吉青正在想方设法营救他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那么为了救出丈夫 作为妻子的叶吉青 他会做出什么牺牲呢 是付出生命 还是付出自己的清白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安忌实 我是吕鹏 得知丈夫李世群被捕入狱之后 叶吉青呢特别的担心 他本人就在国民党中统上班啊 他知道同事们对待中共地下党的手段 可叶吉青虽然着急 他能做什么呀 一个弱女子除了为丈夫担心之外 也只能去求自己的父亲帮忙了 叶吉青啊心机如焚 一路小跑到父亲房间去 跪倒在了父亲的面前 是痛哭流涕 就求父亲 你一定得救救世群呢 叶吉青的父亲 虽然心疼女儿 也对女婿的遭遇很同情 但那时候的官场啊 混乱不堪 收了钱不办事的情况 不是没有啊 就算他出了钱 真能把李世群给救出来吗 想到这儿 叶吉青的父亲 也只能是红红女儿 哎呀吉青啊 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你先别着急 听父亲这么一说 叶吉青觉得李世群有救了 我爸爸一定有办法啊 于是满心欢喜的 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可是左等右等 一天又一天 等了好几天 也没等着李世群 这时候 叶吉青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一直信任的父亲 竟然骗了自己 给他气的呀 推开父亲的房门 就质问父亲 你为什么要骗我 叶吉青的父亲 看见女儿这个样子 也火了 对着叶吉青就说 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当今的世道 李世群落到 中统特务的手里 他还可能有活路吗 叶吉青看着父亲 心里边也生气 眼泪 啪哒啪哒的 就流下来了 他知道 父亲不愿意为李世群冒险 所以才骗他 但叶吉青也明白 如果李世群死了 那他也活不好 他不想受到那种相思苦 过那种天人永隔的日子 于是他狠狠的瞪了父亲一眼 转身就离开房间了 刚出房门 他父亲就在后边喊了 你要去干什么呀 李世群已经死了 你跟我回来 叶吉青头也没回 不乏坚定的 离开他从小生长到大的家 他要去国民党中统 去找自己的上司 甭管用什么方法 他一定得把自己的丈夫救出来 当然了 叶吉青也不是一点准备也没有 他先找到当时的青帮头目 纪云青 看看他能有什么办法 但当他找到纪云青的时候 满心的希望化为乌有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 纪云青啊 告诉他说 李世群现在还活着 叶吉青这心总算是落了地了 可问题也来了 纪云青都没法救他 我能怎么办 正在叶吉青一筹莫展的时候 纪云青呢 带回了一个 令叶吉青喜忧参半的消息 叶吉青皱着眉 也不知道该做何选择 当天呢 叶吉青找到了上司徐恩曾 在徐公馆的会客厅里 他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钻石项链 和黄金弥勒佛 这两件宝贝价值连城 是叶家的传家宝 他是偷偷瞒着父亲 从家里偷出来的 徐恩曾看着自己的女部下 虽然没怎么见过 但叶吉青长得漂亮 他是听说过的 这时候李世群的命就在他手里 只要他愿意 让李世群活命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徐恩曾 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送上门来 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啊 但他可不能明着想 那样就失去乐趣了 虽然他徐恩曾是个好色之人 但他呢 也有他的原则 从来不用墙 于是徐恩曾把叶吉青送过来的珍宝 原封不动的还了回去 义正词严的说 李夫人 想救丈夫的心情 我能理解 可李世群 他是中共地下党 我就是有通天的手段 也不敢背叛党和组织啊 您呢 还是请回吧 说着 就做出一副送客的模样 叶吉青一看 急急忙忙的 抓住了徐恩曾的衣袖 就哀求他 一定要帮忙救出李世群 并且说了 只要您肯帮忙 我什么都愿意做 哭得是梨花带雨的 徐恩曾看着这美人 心里甭提有多开心了 不过呀 他还是装作很没难的说 既然李夫人都这么说了 我岂有不帮的道理啊 不过话说在前头 你刚才的许诺 可得说话算数哦 叶吉青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时纪云青告诉他那个 令他喜忧参半的消息 其实就是说 徐恩曾看似风度翩翩支书达礼 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十分的好女色 纪云青告诉叶吉青 如果想救李世群 眼下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起初叶吉青还抱有一丝幻想 毕竟这么做是背叛丈夫 毫无疑问 李世群知道以后肯定会大发雷霆 因此叶吉青用两件传家宝 企图换回丈夫的生命 但可惜的是 这徐恩曾他不缺这些东西呀 那一天呢 叶吉青打扮得花枝招展 浓妆艳抹 他用这浓浓的妆容 来污秽自己的身子 在徐公馆的那一天 是他最痛苦 但是也绝不后悔的一天 徐恩曾满意的从房间里走出来 拿起电话就对手下人下令 第二天李世群无罪释放 甚至成为了国民党中统的人 以身相救 这是很令人感动的爱情 但李世群为什么就选择了做汉奸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从监狱里侥幸逃得一命的李世群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叶吉青啊 看着满身伤痕的丈夫 不由的是伤心落泪 但好在保住了性命 在他眼里 丈夫李世群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他自己所付出的代价 虽然痛苦 可这也是无奈之举 只要李世群不知道这件事 那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吧 昏迷了几天之后 李世群终于醒了过来 这时候的他呀 已经万念俱灰 身体的痛苦导致他信仰崩塌 当妻子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李世群更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一想到自己已经泄露了所有的秘密 他就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之中 他觉得中共地下党一定容不下他 思索再三 李世群决定和妻子叶吉青一样 加入国民党中统当个特务 乱世之中活命要紧 李世群再也不想体验在牢狱中的感觉了 但还没等到他脱关系的时候 一份国民党中统的委任书已经送到了他的手中 从这一刻开始 李世群已经从昔日那个年少有为的青年 转变为了一个唯利仕途的小人 血腥暴力 李世群不遗余力的使用这些手段 对付那些想要杀死自己的中共地下党 因为曾经在地下党工作过 因此他十分熟悉地下党的习惯和手段 李世群在报复之余 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和上司的嘉奖 因此李世群更加丧心病狂的 对曾经的战友下毒手 并且从中获利 1937年12月13号 南京城沦陷 中国当时的首都落入日本人手里 这时候的李世群 已经是国民党中统的骨干分子 为了刺探情报 李世群被安排留在南京 然而没过多久 李世群的卑劣天性暴露无遗 这一次他投靠了日本人 而且和日本有名的间谍川岛方子 沾染上一些不甘不敬的关系 可怜叶吉青 不惜以身体为代价换回来的丈夫 竟然是这么一个人 起初李世群的叛变 好歹是中国人之间的事情 但这一次他成为了人人痛恨的汉奸 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尽管李世群做出如此人神共愤的事情 叶吉青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陪在李世群的身边 可见李世群不仅贪图荣华富贵 就连玩弄人心也是一把好手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只属于日本特高克的76号就此成立 李世群掌握这个机构的大部分实权 自此李世群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 手中沾染了无数中国同胞的鲜血 不久之后汪伟政府建立 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 李世群成为了汪伟政府特工的头目 负责对抗日爱国志士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 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地下雏奸团 对李世群这样的大汉奸 更是欲杀之而后快 李世群担心对方会不顾一切的攻击他 于是让当时一起叛变的丁莫村 担任16号的负责人 他只是担任一些贤职 表面上并不参与对中国人的迫害 这个障眼法也骗过了大多数的人 再加上当时日本人和汪伟政权高官身份的庇护 李世群一直都没能成为除奸团主要的暗杀对象 可实际上 所有的卖国行为 都是经过李世群的谋划和首肯 才得以实施的 当时他成为汉奸之后 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忠诚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击国民党军统的行动 因为常年在国民党工作 他对国民党上海的布防和活动范围 以及人员名单都十分的清楚 在李世群的主导下 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特务几乎是死亡殆尽 因此李世群也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和大力支持 可这些行为啊 严重触及了戴利的利益 作为国民党军统的头目 戴利一直对军统示弱珍宝 这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特务组织 为他办了不少事情 李世群这么做 不仅让戴利心疼 更让戴利这个民国第一间谍 对李世群是十分的仇恨 当时戴利身在重庆 他脸色阴沉的就说 李世群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戴利可不是一般的狠人 在他的受益之下 一场更为血腥的除奸行动 随之而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军统产出了四十多个汉奸 其中就有一个叫做纪云青的人 纪云青大伙不陌生 之前咱们说过 当年纪云青救了李世群一条命 他一直把纪云青视作恩师 这一杀 让李世群暴跳如雷 作为报复 李世群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反击 这让戴利更痛恨李世群了 于是两边的暗杀是愈演愈烈 在这段时间里 李世群疯了似的攻击国民党军统 只要与之有关的人甭管男女老少 一概都给杀了 但李世群呢 也不完全是为了复仇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 李世群更多的是杀人害命的勾当 当时一家银行因为和戴利有关 李世群就把银行的人全都杀了 而银行的钱可全让他李世群收入私囊了 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 各界的大佬也都出面劝和 李世群的顶头上司汪精卫 为了稳定 也向李世群下令 停止对国民党的报复行动 无奈之下 李世群只好同意休战 但这就结束了吗 戴利怎么会容忍李世群如此猖狂呢 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无声息的酝酿着 欢迎收听民国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虽然戴利对李世群恨之入骨 但很可惜的是 李世群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 他遇见了自己的危险 因此李世群做足了工作 他轻易不出门 就算是出门 也会有上百号护卫 前促后拥的保护着 刺杀行动实施了几次之后 都以失败告终 而且因为李世群是汪伟政权的高官 即便戴利心怀恨意 也不能明杀 毕竟国民党和李世群的顶头上司汪精卫 还是有合作的 因此戴利 不惜高价策反了 和李世群一样的日本人走狗的周佛海 这周佛海的本事可一点不比李世群低 不仅如此 就连李世群的同僚丁墨村也反水了 这时候的李世群呢 还没能察觉到自己的危险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孤家寡人了 和一个待宰的高杨并没有差别 不过这时候 问题也随之而来 到底要选择怎样的暗杀手段 戴利思考了很久 最终敲定了上中下三个策略 上策是借用日本人之手 当时虽然李世群是为日本人服务 但因为他本人是财傲物 得罪了不少日本人 这条计策可以完全的撇清干系 因此戴利很看重啊 这算是上策 中策呢 则是利用李世群和其他大汉奸的矛盾 然后除掉他 下策和之前戴利做过的一样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动用军统和中统的力量 暗杀李世群 下策毫无疑问的被否决了 中策在不断的考察之后也被舍弃了 因为虽然李世群和很多汉奸都有或大或小的冲突吧 但是其他汉奸的能力并不能做到诛杀李世群的水平 因此戴利决定放弃这个策略 如此一来呀 就只剩下第一条路可以走了 借用日本人之手虽然是上策 但是和日本人合作 戴利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因为李世群没有了靠山情气庆硬的约束 他越来越肆意妄为 不听从上司的命令和安排 有一些独自做大的气势 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总司令柴山奸四郎的严重不满 当戴利派人说明来意之后 这位日本人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这个计划 但为了稳妥起见 柴山奸四郎并不直接参与计划的实施 而是由日本华中宪兵司令特科科长港村邵佐负责 这么一来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1943年9月6号 李世群接到港村的邀请 参加他一场宴会 虽然李世群和日本人不合 但碍于表面的合作关系 还是耐着性子来了 宴会呢 一共只有四个人 李世群 港村 还有李世群的部下雄建东和夏仲明 李世群这人呢 向来戒心很重 当港村夫人 把一道道日本风味的菜品端上来之后 李世群只是举起酒杯示意一下 从来不第一个冻筷子 等其他三个人都吃过了 李世群才象征性的拿起筷子 尝这么个一口两口的 在晚宴的最后 港村的夫人端出来一点牛肉饼 放在李世群面前 港村呢 就让李世群先尝尝 李世群这时候可就起了疑心了 感觉港村不怀好意 可又不方便直接发作 就借口说今天胃口不好 吃不下这么多 港村一看李世群的反应 微微一笑 他早知道李世群会有防备之心 于是他不紧不慢的说 李俊有所不知啊 这一碟牛肉饼 可是充满了我对您的敬意啊 在我们日本有个不成文的习惯 那就是以单数为敬 今天我们一共四个人 于是就先把您这一份先端上来 我们剩下三个人的牛肉饼 稍后才到 李世群跟日本人呢 打交道不少 这个规矩啊 还是知道一些的 从前那些日本人送礼的时候 也是愿意送单数的东西 这跟咱们不一样 李世群当时呢 也没弄明白 现在听港村这么一说 戒心也就放下了 他心想 日本人虽然厉害 但管理中国 还得靠他们这些人 不可能做出谋杀他这种事情 于是啊 也就把这牛肉饼给吃完了 三个人眼瞅着李世群 吃完了整个牛肉饼 互相看了一眼 乐了一下 把剩下的三点牛肉饼 当着李世群的面 也吃完了 两天之后 李世群忽然就觉得身体不舒服 一开始呢 就是肚子疼 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但后来上吐下泻 说什么也止不住 叶吉青感觉一定有问题 于是立刻将李世群送到了医院抢救 经过医生诊断 是胃中残余的牛肉所携带的阿米巴菌毒 哎 这种毒 十分可怕 人只要吃掉 一开始没什么症状 但一旦开始上吐下泻 那也就是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李世群机关算尽 却没想到自己也会被人算尽 他一想到那天的宴会就无比的悔恨 他不能拿日本人怎么样啊 于是将怒火全部发泄在自己的部下 雄建东身上 1943年9月9号 这个戴笠眼中的心腹大患 终于一命呜呼 去见阎王了 李世群被暗杀案就为您讲述完了 也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 就能听到咱们最新更新的内容